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花的颜色非常的鲜艳 它的花期不算很长 大概是三个星期左右 仔细来欣赏一下这么美的兜兰 花瓣上有明显的谋容 整一朵花的颜色配搭起来非常的顺眼柔和 花是没有香味的 我没有闻到它有香味 这个就是它的名签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记录一下它的名字 这颗美洲兜兰收到的时候是裸根种植的 上盆的时候也做了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过 看一下它的湿度 底下面的托盆的水已经干了 但是杯子底下面呢还会滴水 这个时候我就会给它浇水了 仔细看一下上面这些树皮 表面的树皮开始干了 我就会给它浇水 就算杯子底下还在滴水 就算杯子底下还在滴水 这个时候我还是会给它浇水的 每周兜兰对水分的要求非常的高 所有的植料都应该保持湿润的状态 表面上的树皮干了 我会马上给它浇水 浇水也是很简单 只要把这些树皮浇湿了也就可以 由于底下面的植料还是非常湿 所以浇的水分不需要很多 只要上面这些树皮湿了就可以 多余的水分会流到托盆里面 那么托盆里面的水要不要倒掉呢 我通常是不会倒的 我一般都会把多余的水分留在托盆里 这样的湿度可以大概维持一个多星期 冬天开暖气 空气湿度比较干燥 水分挥发的也比较快 所以等托盆里面的水干了 我就给它浇水 这个兜兰来的时候是裸根的 种植了差不多一个多月 这些植树看上去也比较健康 没有出现发黄或者是干死的现象 说明了它们对这种生长环境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棵兜兰的花现在是第二朵花了 刚买回来的时候是有一个花苞 就是这一朵花 就是这一朵花 第一朵花脱落之后就马上开了第二朵花 看一下这里 这里又长出了一个花苞 这棵兜兰的花是有续花性的 第一朵花开完了 第二朵花马上就会打开 就像这一个花苞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种植美洲兜兰 也是第一朵美洲兜兰开花 感觉上美洲兜兰比较容易种植 我是把它们放在光线比较阴暗的角落 比蝴蝶兰需要的光线要低一些 对水分的要求很高 对空气湿度的要求也比较高 这颗美洲兜兰的植株非常的矮小 比划一下也就一个手指头高一点点 大概就四寸左右吧 它对肥料的要求非常的低 可以不施肥或者是少施肥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给它们施过肥 这么美的兜兰您动心了吗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